市長委員會提前臨以來 是對長期正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也希望可以完成一個區域 有自行立教育庫的目標 法令總管立教堂審是真實的開用 這當然也在生活大部分的區域 每一個區域都有立教育庫的區域 當初的問題 一定是市長委員會提前臨以後 上當關心的 今希望我們完成一個區域 就有自行立教育庫的目標 所以在28號上午 不然是總管立教堂審勝利 這也完成東北門地区 立教育庫的最佳基地拼圖 那目前我們台南市37區裡面 已經有40 今天是第46個日照中心據點的成立 那到明年的3月份 我們大概就可以完成區區有日照 黃偉哲市長對這個區區有日照的 這個要求的目標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們的華人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能夠來協助我們成立這個日照中心 立法人立教中心也提供很多服務 包括交通接觸 營養的飯菜燈燈 最重要的是在機構裡面 還有導航設施可以活動經驟 有效減換中部的努化的速度 也希望交到立教中心的設施 可以實現讓中部的在地 努化的目標 日照中心往後不僅僅是提供 長輩生活照顧服務 也提供長輩激勵的訓練 延緩施功能的部分 讓長輩能有尊嚴的健康的在地老化 經過統計 六十五歲以上的靈靠 在長輩區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對特長輩的服務是非常需要 其實也很感謝華人社會基金會 萬一在長輩身裡第一間 立教中心 未來市會會繼續努力 將長輩的相關措施 早進到完成 記者誠意為長輩區 彩虹報道